这是法官审判犯罪嫌疑人的真实画面 当时年纪花甲的夫妇因合伙杀害亲生儿子被审讯 原本以为大家都会对这两个杀人凶手感到愤恨 殊不知多达一千多名群众联名请求轻判 甚至连侦破此案的警察也表示同情 不禁让人好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让老实本分的农村夫妇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下如此毒手 又是什么在他们杀害儿子后 又有这么多村民为他们求情来得到轻判 时间2014年4月11日 地点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纸歌镇八角庙村 晚上11点左右 当地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声称在辖区内的八角庙村发生了一起命案 当警方来到现场 发现有一名男子躺在血泊之中 已经没了呼吸 据了解 死者名叫李华银 是这家主人的儿子 而就在案发现场的不远处 浑身是血的李华银父母贪软在地上 貌似刚刚见证了这起骇人听闻的杀人案 随着技术人员对现场的初步勘察 他们找到了带血的撬棍和打气筒 通过对死者身上的伤痕进行比对后发现 凶手作案凶器应该就是这两样东西 从杂乱无章的环境中 可以明显看住 这里曾经发生了激烈的打斗 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 李华银到底是谁杀害的呢 对于这一切 贪坐在现场的李华银父母 可能会知道一些 随即 警方对李华银父母进行了询问 谁知 两人始终情绪激动 当询问关键问题时 这两人不是哭就是默不作声 与此同时 侦察员对附近的邻居做了走访调查 发现案发时间段 周边邻居没有看到有陌生人来到村里 只是隐约听到李华银家传来巨大的吵闹声 同时 报案人也给警方反映了一个重要线索 他是接到李华银父亲李启明打来的电话后 前往现场就发现李华银已经死在家中 而且李启明说 是自己和老万于秀英一起将儿子李华银打死 对于报案人提供的这些线索 警方完全不敢相信 但目前证据都在说明李启明和于秀英是本案的凶手 警方只好等两位老人平复好心情后 对他们做了审讯 在长时间的交谈后 两位老人最终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案发当晚 李启明和老万于秀英很早就上床睡觉 谁知在十点左右 儿子李华银破门而入 询问今天的饭菜为何有意味 没等李启明解释 李华银竟然打了李启明一巴掌 瞬间生气的李启明打算教训下李华银 两人一二扭打起来 眼看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在家里打起架来 于秀英连忙上前劝架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李华银对他也是一顿拳打脚踢 自己本身只是来劝架的 现在却还要被你打 想不过的于秀英也开始殴打李华银 三人拉扯中 李启明将李华银的腰死死抱住 而于秀英就与李华银互偶 在黑灯瞎火的情况下 于秀英不小心用家里的打气筒和撬棍将李华银打死 在于秀英和李启明断断续续的讲述中 警方大致了解到李华银是被他两尸手打死 虽然两人陈述的内容基本一致 可仍有很多疑问让警方疑惑 第一 为何晚饭变质 会让儿子和父母发生如此严重的冲突 第二 为何在这个冲突中 双方都有想把对方置于死地的架势 看样子 这里面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警方对这一家三口做了详细调查 据了解 死者李华银生于1989年 生他的时候 母亲于秀英已经34岁 由于是高年产子 于秀英生李华银可谓是冒着生命危险 多年来 老两口对这个独子疼爱有加 虽然两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但还是尽最大的努力让儿子过上幸福生活 当李华银二十多岁的时候 老两口拿出所有机器 借便所有亲戚朋友 为李华银建造了一栋新房 用来结婚 因而当村里人听说是李启明夫妇将李华银杀害 没一人愿意相信 既然是这样 李启明夫妇为何舍得将自己的儿子杀害呢 对于李华银的死 老两口没有过多伤痛 更多的是愤怒和恨铁不成钢 而这种情绪在2014年的春节后达到了顶点 在2013年的腊月二十九 李启明多次给儿子李华银打去电话 询问他是否回家过年 可每次打去的电话都是无人接听 直到吃团圆饭的时候 老两口还是没等到儿子的归家 然而在大年初一的时候 李华银突然回到家 一到家的他整个人就变了 不喜欢出门 不喜欢说话 甚至有点暴力情景 从那以后 李华银不再出去打工赚钱 每天摘在家中 无所事事 游手好险 没钱用的时候 就向李启明进行索要 一开始 李启明还会给一点 可时间一长 本身没什么钱的李启明 也无法满足李华银的欲望 可心疼儿子的余秀莹 每次都会想方设法地给儿子一些钱 时间一长 老两口也无法满足李华银的狮子大开头 每次索要无果后 李华银都会对老两口进行殴打 李华银性格的突变 让李启明夫妇以及村里人都觉得是李华银在外打工时受到了什么刺激 不然不可能变得这么暴躁 于是 李启明背地悄悄地向当地的精神科医生进行了询问 医生的一席话让他心中一颤 医生说 如果你儿子是精神病的话 为何每天都在家 不往外跑呢 如果是精神病的话 为何他只打他的父母 而村里其他人都不会去打呢 为了能改善与儿子之间的关系 李启明夫妇想尽各种办法 可每次换来的都是李华银的责骂和殴打 这样的日子 李启明夫妇过了三个多月 他们每天提心吊胆 直到案发当天的早上五点多 李华银再次向李启明伸手要钱 可这家人都快没钱开过吃饭了 哪有钱供李华银潇洒 不出意外 李启明夫妇再次遭受李华银的责骂和殴打 万幸的是 路过的村民看到后选择了报警 在警察的调节下 李华银主动承认错误 并表示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在当天晚上十点左右 李华银与父母发生矛盾 被尸首打死 从李启明和于秀英的供述 以及对周边邻居的走访调查后 警方得知这起案件 很有可能是儿子常年对父母实施暴力 最终在一次冲突中 父母不小心将儿子打死 可是 技术人员对案发现场 以及尸体做了更详细的勘察后 发现李华银脸上有脚印 这说明有人对他进行了登串 通过审讯 于秀英承认那个脚印 是自己踩在李华银身上的 之前 于秀英表示自己是防卫过当 失手 不小心将李华银打死 可为何李华银倒下后 于秀英还要对他进行登串 如果不是对此人无比愤恨的话 根本不会做这种动作 似乎这对母子之间的仇怨并不简单 眼看自己这一切都无法继续隐瞒下去 于秀英慢慢说出了这家人不为人知的秘密 李华银从小是一个乖巧可爱的孩子 直到读初中的时候 李华银认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 变得越来越叛逆 作为父母 于秀英不知道应该怎么教育 更多时候只是打骂 不出意外 李华银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回家 为了生存 李华银被父母安排到一家理发店学习 从此 李华银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 不再受任何人的管制 每次与父母联系也只是要钱 随着接触的人 可是变得越来越多 李华银对自己的父母感到嫌弃 他觉得自己的父母太老 还很穷 即使儿子对于秀英夫妇表示很嫌弃 但他们还是专心在家耕地种田 努力让儿子过上好生活 慢慢的 于秀英发现只有在给钱的时候 才能让自己的儿子真正开心 所以 即便没得到丈夫李启明的允许 于秀英都会偷偷给李华银一些钱 这样做让于秀英夫妇更加劳累 但至少一家人还算太平 可到了2012年 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在这年 李华银交了一个女朋友 两人都快要谈婚论嫁的时候 李华银好吃懒做的陋戏仍未改变 没有办法 女友向他提出了分手 可李华银坚决不同意 甚至对女友发出威胁 最终 女友父母找上门 双方闹得很不愉快 期间 李启明对李华银进行了责骂和殴打 这件时候 女友和李华银彻底决裂 而李华银也将这一切都怪到父母头上 从那以后 他不再与父母交流 更是父亲前往广东打工 或许是他在更大的地方 接触到更多的是货人 再次回到家的李华银 性格变得异常暴躁 而就在2014年4月11日晚上10点左右 这三人的矛盾彻底爆发 此时刚刚睡醒的李华银打算下楼找点吃的 没想到都是已经变味的饭菜 因而对父亲李启明大发雷霆 甚至向李启明动起手 愤怒的李启明抱着李华银的药 希望能制止他的行动 父子两个打斗惊醒还在睡觉的于秀英 或许在他心中 早就想好好教训下这个儿子 眼看李启明已经控制住李华银 他拿来打气筒和撬鬼 不断向李华银头部砸去 眼看李华银没了动静 于秀英说了这样一句话 到此案件真相大白 当地村民得知事情真相后 更是联名请求法院对李启明和于秀英 从轻处罚 鉴于两人在作案时处于挨打状态 同时也是长期遭受死者殴打 再加上两人是自首 2014年8月25日 梅山市洪亚县人民法院对该案做出判决 北干人李华银把国家上罪 派出危险品三年 发行三年 发行开业期间 从派出车的日记算 而北干人李华银 把国家上罪 免除出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华银